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一简梅》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 现在呢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它的简谱 大家看这首歌曲呢是一个四四拍的节奏 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有四拍 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从这里唱一下简谱 大家要注意这个红色的小V呢是一个吸气的记号 好这个是后半拍啊 是一个弱拍起的 好我们从这里吸好气啊 注意这个 是一个语音 一次多音啊 十六分音符 是一个语音符 从这个地方一定要吸好气啊 注意它这个 拉拉拉拉拉拉拉是一个八度的跨越啊 拉拉 马上到低音啊到我们这个中低声区 这个马上到了 你看他这些 你看他这个跨度比较大 写好气 这个是一个半唱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简谱 然后呢它反复了一遍 然后第二遍的时候接这个第二这个地方 是一样的 尤其是这里面有几个八度的跨越比较难啊 所以我们在演唱这个谱子的时候 大家就要注意位置的统一 就像我们之前在视频里讲过的啊 尤其是比如说 这个不要唱唱 断层了 我们还是在一个地方给它唱 你看都不动啊 在在这一个位置上保持位置不变 位置的统一 这种感觉 好 现在呢我们来加入歌词 再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它的演唱方式 感谢观看